欢迎听我去回到中广流星网中广爱健康节目现场 我是佩真 今天呢在我们爱健康的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的特别来宾 是星光医院耳鼻喉科语言治疗师 黄竹军语言治疗师来到节目当中 语言治疗师你好 大家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说呢我是在节目当中 我第一次邀请到语言治疗师来到了节目当中 其实在私底下呢 我也是问了好多我们那个黄语言治疗师很多问题 就是我觉得不只是我啦 其实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其实啊对于语言治疗师这个行业 应该还是算蛮陌生的 大家就会很好奇说 哇语言治疗师到底呢 他们所服务的一些内容是怎么样 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需要用到这个语言治疗师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这个黄语言治疗师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内容呢 好谢谢 我先讲一下我们语言治疗的部分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语言治疗 就是Speech Therapy这个东西 它是属于复健医学的领域里面 那其实在台湾 在欧美先进国家 是一个已经发展相当成熟的一个行业 可是在台湾发展大概也是50来年 那算是一个蛮新兴的行业 然后是在民国97年的时候 我们语言治疗师法有立法通过 那目前在台湾职业的语言治疗师 大概有1500位左右 那这些都是必须经过国家考试及格 有领取专业证照才能正式职业的 那我们根据我们的语言治疗师的法规里面 有讲到说我们的业务范围 就是包括我们的语唱 构音 嗓音 语言理解这些 那这些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常常遇到有一些小朋友 可能是超连呆 或者是语言发展可能不是很好 不会该讲的时候不会讲 或者是讲话会很像鸭子那种嗓音的问题 或者是有大舌头 就是口气的问题 那或者也有一些可能是中风的病人 神经受损的病人 他们有一些私语症 然后所以他们想讲讲不出来 或者是讲的东西让人家听不懂 这些都是我们的业务范围 所以简单来说 就是语言治疗师就是要协助处理沟通跟吞咽的问题 沟通跟吞咽的问题 对 讲到这个语言 我刚才就想到跟吞咽一样 我们一般人的直接的想法就是 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吗 我们看那个小朋友哇哇落地 刚开始就会发出声音来啦 到了一定的阶段 他们就会有一些这种单字啊 字词啊 一些语言这个词汇的这种进步 对我们来说 其实看似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这个过程 但是其实对于某一些族群来说 有些患者来说 他们可能就是真的是 因为有些疾病 他们真的需要像语言治疗师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来做一些介入 所以大概在一些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因为大家对于语言治疗师 这一个工作行业也是觉得还蛮新奇的 像我们刚才语言治疗师讲的我们是个新兴的产业 在台湾其实是这几年才发展起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个评估一下 像我们对一些其他科别的这种医生 我就知道说我感冒 我可能要去看耳皮疗科 我去看加医科 然后或者是这个我有一些手术 我必须要寻找外科 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可能就是需要来寻求语言治疗的这种专业的来协助呢 谢谢 语言治疗师我们最常遇到的 因为法规的问题 因为健保的问题 所以我们大部分 如果说爸爸妈妈觉得小孩子 他们语言理解上有问题 大部分他们还是先经过医师的转介 所以你们没有直接看诊 没有 没有直接看诊 对还是经过医师的转介 然后呢经过语言治疗师的评估 所以语言治疗师对于语言的发展 必须要非常熟悉 什么阶段该有什么样的语音出来 什么样的阶段 什么样的语言的概念要出来 语言有很多的概念 语用或者是什么样 那个就是对话交通 沟通的一些观念 都应该要出来 那是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变化 那不同的变化 这样才知道说 什么样才是异常的 对 那这个时候再去做介入 那时候很多人会把这个语言治疗师的这样子一个科别 把它就跟直接跟附健科就联想在一起 其实我们在考医学院的时候你们是单独独立的 它不是在附健科下面的 对我们是在 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语言资料系所 哦一个语言治疗系所 像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在这个医学院的时候读七年 我们是有一些牙科啊或是什么的分 所以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一个 对我们也有我们对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系所 就是语言治疗学系 对那他的这个呃这个在培育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养成的这个过程当中 跟我们一般这个医师的是一样嘛 比如说我们要读七年啊 然后还有什么住院医师R1啊什么时候也需要经过这个过程吗 好我们也是有分大学部跟研究所 哦那我们的大学部啊 不管是大学部或研究所 一定都会有呃基本的学分 然后去读我们这一些语言的东西 语言语音哦 跟脑神经的部分 都是必须要去读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实习的部分 嗯嗯 那实习的部分包括我们必须要直接到临床里面去 那研究所的部分可能就必须要再加论文的部分 嗯嗯嗯嗯 对所以是这样子的养成过程 嗯嗯那最后当然还要经过国考 嗯嗯嗯 国家考试证照 对国家考试的证照 确定说真的是有这样子的能力可以在临床服务 嗯嗯嗯嗯嗯 好那另外一个比较好奇的就是哦 其实像呃这个语言治疗师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他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产业哦 所以当初是呃一个怎么样的因缘忌讳会 会让你想说想要投入这样一个产业 因为对我们来说其实算是一个蛮冷门的一个这个 这个科系哦 当初是怎么样因缘忌讳会想要来投入呢 嗯嗯我个人而言的话 其实真的只是好奇说 一开始是真的很好奇 怎么会有我们的语音可以怎样去变化 嗯嗯嗯嗯对 所以慢慢的去接触发现到是神经在控制 那神经很多地方神经控制不同的语言出来 好哦 然后不同的阶段 所以就是这是个非常特别的东西 哦对然后在慢慢接触到哦原来头颈癌患者 嗯他们可能因为某个地方因为Tumor的关系去做切除 语音产生变化了 变成是构造层面的问题了 那这样子的话 对于这群人 他们怎么沟通 那如果是很严重 那该怎么办 所以这就是 这个行业特别的地方 以前在这种投颈癌的 这种患者 他们因为 我们一般都想说 我们能够把癌症的病灶切除 能够保住一条命 其实我们就觉得 已经很万幸了 所以你不会想到说 他后续可能需要 他不会讲话了 或是他的一些 有一些身体一些构造 可能一些损伤 没有办法去 就是能够恢复 像正常人一样 那是到这几年的时候 我们这个 有语言治疗师的这种介入 能够帮助他们 能够恢复到像常人 这样一个状态 对因为其实说真的 现在的医学是非常进步的 很多时候 我们把Tumor除掉了 Cancer的东西拿掉了 可是接下来就是 这个患者 他们的生活品质的问题 跟人家沟通 怎么沟通 怎么吃东西 怎么样吃得很安全 这个是接下来要去注意的 然后有没有办法 让他们在跟别人 在吃东西的时候 可以一样出去外面用餐 然后不是在那边一直咳嗽 不是挂着鼻胃管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对 那有没有办法回到原本 那这个真的是因能而异 但是至少它是功能性的 可以让这个病人 我们尽量会寻求一些方式 让他还是可以从嘴巴进食 也许会有一些受险 但是至少不是这样子挂着鼻胃管道 就能跑了 所以我们这个医学的 这个慢慢的在进步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说 我们遇到这种疾病 不是说你有这个癌症 我把癌症的病灶切除之后 就好了 能够保住一条命就是万幸了 其实这个患者活下来 他后续的这个生活品质 还真的需要我们后续的 一些像是语言治疗师 或是其他的单位 一起来协助帮忙他 回到这种正常的管道 给患者一个能够比较好的一个生活品质 其实也是还蛮重要的 就是在临床上面也蛮多 我们这边很多 尤其新光耳鼻护科这一边 蛮多的头颈癌患者 经过语言治疗之后 很多还是继续回去工作岗位 对那很多还是一样 他告诉我说 可以从嘴巴吃东西 这是太好了 所以听了他们刚才讲 心里也还蛮有成就感 真的真的 对 就觉得 可以从嘴巴吃东西 他们告诉我说 从嘴巴吃东西 真的是一件很感动的事 对 这就是复健最重要的目的 对啊 对我们来说 好正常的一件事情 就吃东西 用嘴巴吃东西 不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但是你们有想到说 对这些患者来讲 他们是一个 非常渴望 而且呢 能够用嘴巴吃东西 是多么一件感动的这种事情 也是非常感谢 有像这个 黄竹军 语言治疗师一样 这样子默默的来为 这一群患者来这个努力 让他们能够回到 这种正常人的生活品质 让他们重新的找回 对生命的热情 我觉得这里是 还蛮这个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 感谢的一个部分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星光医院耳鼻喉科 语言治疗师 黄竹军 语言治疗师 今天来跟大家谈谈 科医院障碍 谢谢 谢谢 谢谢黄语言治疗师 谢谢 我们今天中文艺健康的节目 就进行到这边了 下周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了 拜拜